好的 好 想坐 好 來了 來了 好 好 想問一下今天有很多控告 吳朗智峰的三個月 就著許智峰的事件 我們民主黨已經 凍結了許智峰的黨籍 也將相關的問題送交 民主黨內紀律委員會 進行這個聆訊 較到之前 有關的聆訊是暫停了 因為就著許智峰的事件 我們是無辦法 拿到相應的 女事主的口供 和這個 立法會所提交的 閉路電視的資料 因此 紀律委員會是因應 在程序上 不能夠有充分的證據 去展開聆訊的關係 暫時停止了 相應的程序 但是 按照現在 許智峰正式被警方 落案起訴的時間 隨之而來的 自然是法庭聆訊的過程 因此 紀律委員會 亦都會按照 即將被披露的證據 重新展開相關的工作 而民主黨 亦都會等候 紀律委員會 就著許智峰的事件 所作的研判 是怎樣的一回事 我們才是按照他的結論 再在中委會裏面 再作處理和討論 其實今次這件事件 會不會對民主黨 都造成傷害 會不會 可能 都覺得 今次 好像 上次林鄭傑 和許智峰在立法會裏提 說他動手之後 就這麼快 有一個行動 會不會覺得 都是一連串的計劃 我只是這麼說 民主黨對於自己黨內的成員 他的紀律的問題 我們是非常之重視的 亦都因此原因 當許智峰有他搶手機的事件 出現了的時候 黨內的中委會 是已缺 凍結了許智峰的黨籍 亦都即時送交了紀律委員會 展開聆訊調查 但是當然 外於程序公義的問題 如果不能夠有充分的事實證據 擺在紀律委員會的面前的話 要去作出判斷上面 去有一個困難 因此才暫時停止了 相關的工作 但是 現在 隨著正式展開 這個檢控的過程 我仍然都相信 相關的證據會出現了 令到紀律委員會 可以就著有關許智峰的問題 按照 聆訊所需的程序 展開工作 當然 我們很明白到公眾對 公眾人物 對政黨 對民主黨 有很高的要求 但是我們是會 去竭盡所能 去令到 受害者 和許智峰 都會得到一個公平 符合程序公義的 聆訊的過程 去清清楚楚 向公眾交代相關事件 我們的聆訊結果 我相信這樣做 才讓公眾看得到 民主黨 是一個 不會出現雙重標準的政黨 我們對自己的黨友 犯上錯誤的時間 仍然會以最高的要求 展開對他的 批評 和紀律聆訊 想問一下 有沒有預計到 民主黨的紀律人 大概幾年 和民主黨 會否在經濟上 支持許智峰的 今次的案件 我想 紀律聆訊 始終是一個 獨立的工作小組 因此 相關的工作 是由紀律聆訊小組 按照自己 能夠掌握到的證據 展開相應的工作 這就是程序的本身 而一直以來 民主黨內 紀律聆訊的委員會 從來都是獨立 是於黨的工作 展開獨立的一個 聆訊的過程 是要符合到 這個程序的公義 至於 許智峰所遇到的 經濟上的困難 在這個階段 我們沒有任何的 經濟支援 給許智峰 特別是 當他被凍結會籍的時間 實際上 他對於民主黨 只有 我們能夠 要求他的 責任 但是他沒有任何權利 是可以享有的 所以 這個正正就是 代表了 民主黨對於 處理許智峰的事件 我們採取一個最嚴格的標準 去應對有關的問題 所以 當他們的公司 對於 責任的公司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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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可以 在 製造的 製造 製造 使用 開會 職人 開會 開會 的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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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社会有很高的企业企业 我们是Democratic Party 我们会在我们的企业企业企业 所以我们会拒絕 Tad Hu's membership and up to this moment as long as Ted Hui is being suspended for his membership, he has all the duties that we assign to him, but he has no right to represent Democratic Party or even ask for assistance coming from the Democratic Party so I think that is the situation that Ted Hui is undergoing or under our serious punishment from Democratic Democratic Party I think that I think that in the Supreme Court I will be able to answer you I will try to answer you once I think th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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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Supreme Court 報告裡面很隨意地講了一個1,700公頃的所謂明日大嶼的填海計劃 其實這個反而是引起了公眾的一個很大很大的疑問恐慌 因為這個也不是一個以這麼知力高、這麼知心的政務官林鄭月娥 應該有的一個表現 事實上他是很清楚知道明日大嶼在上一屆政府 已經是因為中部水域填海的計劃弄得焦頭爛額 而當時所討論的填海範圍和內容 跟今日林鄭月娥所說的明日大嶼的填海範圍和內容 亦相當之類似 在未做好任何的準備之下 然後隨意隨口說一個1,700公頃的所謂填海的項目出來 引致公眾對整個的施政報告有這麼大的疑慮 我自己覺得是會令到林鄭月娥的政府的民望和信任 信任只會進一步下降 這一個對香港社會來說絕對不是一個好的事情 因為始終我們所面對的土地房屋的問題 是需要尋找有效的解決路徑 但也很明顯明日大嶼不是一個在短期裏面有效的路徑 正如施政報告自己說 就算所有事情很順利也好 都是在說2025年才開始展開這個填海的工程 可能第一個單位的房屋供應是2032年才會出現 從這個角度來講 這個很明顯是一個軟水 但是這個軟水用這一種的方式出來表達給公眾聽的時候 都很明顯 很明顯 我自己個人來說 除了對於這種這麼大規模的明日大嶼的填海內容 是有很大的疑心之外 也都 沉著我過往在中部水域填海的態度 就是覺得這一種的填海規模 是很必然地引致到南保育 即是大嶼山南部的保育工作 是會受到很大的干擾 甚至就是說因為做了這個中部水域填海之後 路通到大嶼山的話 是會令到南保育失守的 在這個基礎下面 民主黨 接下來的星期日 會在黨裏面 就著相關的課題 展開一個全面的討論和研判 但是我參考過往 我對於中部水域填海的態度 當時民主黨 對於一個很大規模的 中部水域填海研究 我們投票是反對的 所以 民主黨對於整件事 是覺得 不是這麼簡單 只是講明日大嶼的問題 正如我自己在這個 香港家書有提過 就是在同一份施政報告當中 其實還有另一個課題 其實是挺迫切和緊張的 就是相應的土地共享先度計劃 這個很明顯是將公司合作的土地計劃 或者是重新再包裝 翻閹上來的一個內容 而這個內容的細節 究竟會不會是另一場很重要的 是官商勾結的一個過程呢 以及就說 如果按照施政報告所講的做法的話 其實政府也欠公眾的交代 為何明明你做的事情 是有這麼多公眾力在裏面的時候 仍然要選擇 和這個地產商勾結 才處理有關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部分呢 亦都是在今次的施政報告當中 有關土地的內容上面 是值得公眾呢 亦都要是賦予同樣的一個力度 是有關注的內容來的 自問想想 因爲淑星金剛才 原主黨沒有參加 剛才那個星期日都有 想問問 你剛才說 可能對你們大言 那個計劃的分歧 可否搞個分歧 我想原主黨一向對於 我們是對於不同的填海計劃 其實我們每一次都是以 個案的形式去考慮 我們考慮到每一個填海的內容 然後去個別處理 支持或者是反對 所以在過往 你見不同的一些 就算是近岸填海的方案 民主黨是有些支持 有些是反對 對於中部水域填海 在我過往的工作裏面 亦都指出 民主黨反對中部水域填海 是因爲它覺得 整個填海規模 是太過誇張 當時整個研究 是包含去到長洲以南的填海的內容 因此就是 我們是很清楚 是覺得填海 這一做法 可能在土地供應的來源上面 是一個 可以部分接受的內容 但是 正正是因爲這個原因 因爲黨裏面很擔心 就是說 我們會不會 是出現 變成教條式的反對 填海呢 因此就是我們很希望 值著 如果接下來的星期日 我們在黨裏面展開這個辯論和討論的時間 大家能夠釐清到 我們對於民主黨對於整體的填海的態度 是怎樣看 從而是能夠通過一個辯論的過程 亦都讓黨有理解 我們由過往到現在 所提出的 各種 我們的支持 或者是反對填海的意見 和我們各樣做過的內容 令到 民主黨的黨團出來 和大家再講 我們整個立場的時間 再講得更加清楚 我只是在此重申 就是說 如果按照現時 林鄭月娥所提出 在師兄報告所講 1700公頃 填海的內容的話 很明顯 其實是 比起我上一個年度 在中部水域填海的研究範圍 和準備填海的面積 還要大 從這角度來講 當我們上一屆 都是反對了 中部水域填海研究的展開的時候 這個是明日大餘的研究 究竟我們會怎樣考慮 這個我們相信 已經是寫在我們那個牆上面 但是我們都希望 看到特區政府 能夠很詳細地去展示 究竟他想填海的時候 填海的規模 真正是想怎樣 還有點不夜的想法 這些我覺得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黨 是有責任 要獲得所有充分的證據之下 資料之下 去展開相關的判斷 但是現階段我們的看法就是 如果1700公頃的填海範圍 這個範圍實在是太過廣泛 亦都不適合香港社會的需要 所以如果這個項目是 原封不動擺上來立法會的話 民主黨 我是很相信 是我們會有一個傾向性 就會沿襲著過往的投票取向 都是會投票反對的 OK OK OK